Hello,大家好,这里是小鱼匠 在汉美容博士 5分钟让你快速了解医美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唇部美学 首先我们都要知道 唇部是面部最重要的美学特征 唇位于下面部轮廓分明 也是面部对称和美学的重要主义部分 唇部在表达感情、社交以及自我认知中 起到这种核心的作用 在韩国呢 光指已经成为医美的文化中的主流之一 但是你知道吗 唇部也是会衰老的 那么唇部衰老都有哪些特征和表现呢 首先风满年轻的唇部具有明确的标志 优雅自然的形状和平滑的轮廓 容量缺失老化的嘴唇呢 是具有衰老的特征的 如口周、纹路不清晰、人中扁平、嘴角下垂 嘴唇老化、上下唇轮廓不清晰 以及倾斜增加等等 年轻的嘴唇自鼻肌底和合唇勾 会表现出来自然的凹面和倾斜的弧度 使嘴唇呈现出来这种居嘴的外观 随着衰老的发生 口伦炸击部分变薄会导致肌肉变平 上唇失去了年轻的曲线 导致唇源轮廓不清晰 除了软组织发生了变化之外 牙槽骨骨质吸收也会导致上唇前部支撑力减弱 随之唇部的形态也会发生变化 那么什么样的嘴唇才能算得上是标志的漂亮的嘴唇呢 根据韩国的唇部美学评估要点 我们总结了以下几点 首先上唇和下唇要稍微靠前 约是上唇到合部垂直高度的一半 上下唇部紧闭的时候 上唇的这个红唇的厚度比例为2比3 口列的宽度应该大致在两眼平视时 两瞳孔下方延伸的垂直线上 而且年轻的嘴唇有饱满的人中脊 增加了上唇至鼻肌底的容量和饱满 因此在韩国多嘴的时候 一定要按照医象的标准进行参考 当然还是那句话找正规的医院 专业的医院长是最重要的 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有用的话记得点赞和关注 下期再见